王永庆,台湾的企业家王永庆到美国去 然后他是发病死的,他什么呢? 也是呛了以后引发毕业 那么甚至于我们的朱德、朱老总和廖成志 都是高龄以后喝牛奶、喝汤以后呛而引发死的 所以上了年龄的五六十岁以上、七八十岁以上 吃东西一定注意不能呛 呛是引发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建议大家,就像我喝水,要低头喝 因为我们在一个喉反神经,后面一个喉管 这里面年轻人他开关很方便 老年人呢,这喉咙这个开关已经 会员不开关已经不行了 你这样抬头喝很可能就呛到后面,就距离咳嗽 第一个是要低头喝 第二个是喝水,最好用习惯 在床上不能喝 那他躺过来就能喝 如果真的要给老人喝,拍拍背 让他坐起来,慢个低低头喝 然后尽可能喝浓汤,不喝清汤 清汤流得快,更容易呛 第三个要注意 口内有东西的时候,说话一定要慢 甚至于在吃东西的别说话 因为老年人说话的时候 万一个米地下去就会呛 导致一个呛壳 甚至耶利和回之命 我刚才讲的王永庆,朱的廖城池都是因为抢 导致自己的老年人特别是低头 丑惡的,慢慢的 不要一边吃一边聊 这是非常重要 防止抢壳的重要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